诶 鄉親啊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鄭苗鴻 展教授 電機博士啊 今天來這裡看我們鄉親 九亂地式啊 九亂什麼地式呢 來啊 下到來 一生都在說謊的一人蔡英文 蔡英文 你這個北蔡博士啊 到底什麼時候下台啊 你想得太好 以前快跑跑了 不過真的整天都不壞 而且我都覺得你這個人真的是目無法計 我最只有你而已 我最近一直在看那本《總統青春故事館》 發現你們家真的是從黨國體制 從任捷舞這樣一路鑽過來的 你們家那個海霸丸要命令 要變成這樣的 任捷舞 任捷舞 恐怕力量還不夠 還要那個蔣介石護士兩個 把你抬頭比較有可能 來來來來 我們再聽一遍 下到來 一生都在說謊的女人蔡英文 蔡英文 離這個北蔡博士 何時下台 來 電極博士 曾淼洪 來 我們來看這張梗圖 這張梗圖 我看一看 然後我們慢慢來看 我真心想 這是喬風的所有者 全民最大黨 下架民進黨 這個 因為民進黨是什麼呢 疫苗政策 荒槍左板 紓困政策 怨聲載道 豢養晚軍 禍國殭民 掏空國庫 以權摩斯 只要不做票 民進黨必定大敗 全民最大黨就是下架民進黨 我看一看 好啦 把這個政策 這是喬風 他分享 在網路上分享 我就把他分享給大家 現在是這樣 現在好像有網路上 蛤 你是鄧基博士 你這個是 意思是說我對於我 這個電機博士很懷疑 所以說 我再騙給你們看 我是本來想回答他 叫他去看昨天的前天的影片 但是想想 好啦 順便今天想改定是 想要 打一問 你看最小 林北是電機博士 林北二十四休息 Anytime anywhere 林北來自四面八分的執行 我都隨時可以亮出來 甚至你要我成績單 來來來 我寫個 你三千五歲 林北一隻八號 先親 先這段 所以說來來來來 鄉親 對我這個 對我是個博士 對我是奮基博士 有所質疑的人 再看最小 來來來 這是博士協位 教育部的協士博位 那些的證書 你看看 我的博士的製地 理工博士製地 102 1308號 那我是電子工程組喔 電子工程組喔 電子工程組 就是電子工程組 電子工程組 電子工程組 所以說我 所以說我的可視 我的師大老師 是電機系系主任 陳子江教授 我的可視委員 裡面有兩個 有三個電機系 有六個可視委員 有三個電機系 兩個是協校的專任教授 陳子江騎西中正 另外一个是中科院 70年班的 中科院支通所的所长冷军系 理论跟实际配合 来啦 再看看 就是因为我有了博士协议证书 我才能够依照正常的程序 去申请了一张助理教授证书 这个是蔡英文走过的程序 我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 不然蔡英文说这两条奥政司 他给你机密封存到2049年 大家看看好 你们怀疑我是不是博士 怀疑我是奠基博士 小弟从高中时代 就撤我的砍失了 但是他不影响我 拿电机博士听得有吗 来看看 看看这条 我因为有了前面那张博士证书 所以说我就同学的帮忙 我去申请了一张助理教授证书 来看看 来 助理置第037785号 也就是第三万七千七百八十五号 有人说够的好小的 不要紧好小的都不要紧 来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是我博士可事 从轻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博士可事的现场一切都是密闭空间 只差没有 所以无成事 英国可怜 internal external examiner 校外可事委员 校女可事委员 连博士指导老师都不能进去 英国伦敦大学是这样子 修徒这个东西 这就看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学校 他们博士论文他们的风格 像我中情理教官 你看看来看看 你看我的博士可事的现场 甚至于所以说 你如果要了解博士论文的可事现场 我告诉你 先到2020年1月14号 我就曾经你们只要打 曾淼宏博士论文可事 你们就会在YouTube上面 1月14号你就可以查到 你看我们的博士可事的现场 而且我在1月14号 去年的1月14号做的影片 全长差不多5分钟 你在这种场合 我那个影片做出来 彭政彭逼他还打电话给我 说你那个影片可不可以 借我们用一下 因为没人看过 博士论文的可事现场 就是我 因为我刚好 我是学校橄榄球队的 算是一个半个国父 所以都橄榄球队的协弟 知道我要博士论文可事 他们都跑来帮忙 比如说我那天是交代给王毅如 卫文府帮我付照相 陈世民他们都在场 因为陈世民现在可能博士论文 我想过了没有 他们就帮我照相 这个东西说 1983年的10月15号 蔡英文从台湾坐飞机 到五拜六坐飞机 礼拜天进入林敦大学 马上进入博士 博士的现场马上就开始 可事 你看看我的博士 可事现场 这个博士可事的现场 你是众使之地 什么叫做众使之地 你看看在桌子上面坐的 全部每一个人 有疑问都可以回答 事实上我只有六个 六个正式的博士可事而言 正式博士可事而言 其他就是我的 共同指导 共同指导 两个多在那 这是众使之地 每一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不签名认可 你这场可事就重来了 所以说可能同情惨客 我们再来 想到这个我们中情理工行 他的博士班的可事现场 就是这样子 你们如果一如未尽 请你就到YouTube上面 打真秒红2020-0114 即是去年的1月14号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 我们的命 优优独播副寿的整个现场的影片 我都拍成影片的啊 我就换上去啊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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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的现场拍片的 拍片就是我 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啊 留下来做纪念 留下来做纪念 没想到后面啊 发现了这个 叉叉博士 白叉博士 刷英文出来 好 我一条条给你留 博士可事现场 所以说啊 你们那个学校是烂博士什么东西 来来来来 看看 你的贪金 纵使之地 这十二的制度 这六的正式的 都是高兽 都是高兽级的 啊你喔 看你怎么比 高这天 比九天 所以说啊 我必须见得起 这 这一排的 可事委员 都是高兽级的 都是高兽级的 他们啊 从任何一个方向建设来 所以你说啊 任何一个场合 叫我们上去讲话 我们啊 就是博士可事 现场的这种态度啦 任何事情我们啊 腔调打开啊 都可以啊 朗朗上口啦 所以说啊 我们再来用这件事啊 我们来看 我最近啊 最近因为郭民棚 在选主性啊 我上去网络上面 上去FB啦 什么地方看喔 发现喔 好多人对 国民党的选党主席 提出很多意见啦 尤其在LINE啊 LINE喔 很多上次都跟我讲说 这个国民党的张亚中 讲话很接地气喔 真有这个 最后我就去注意啊 我就去注意啊 尤其喔 因为我更不去管郭民棚的事 郭民棚因为 离我的生活太远啦 我比较不会去管郭民党的事 有乡亲一直在跟我讲说 欸 你也要注意一下 你看那张亚中 哇 像个人我开工郭 张亚中 哇 张亚中 他说喔 张亚中昨天啊 到民建党部啊 去声讨蔡英文这个贾博士 他把关公大刀都带出来了 而且喔 我听一下喔 我就这样去看 看看他要夭壽 欸 这个张亚中是人才 他肚子有祸 他肚子有祸 我最后我就给他注意一下 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注意 欸 有点注意啊 不是很注意啊 欸 他是以前的台电的 然后呢 去读了这么大的博士班 然后读到一半呢 要写入文的时候呢 被派到派驻到德国去了 因为考上外交官特考 被派驻到德国去了 到德国以后呢 就顺便去拿着一个 德国的博士协位 然后回到台湾呢 又去把这么大的博士论文写完 欸 他讲话 他的肚子里面 我一听 欸 这 欸 他言之有误了欸 他肚子有祸了欸 这就是博士啊 这样喔 讲喔 那个口才上面喔 比起那个贾博士这个白白菜博士 移送考纪会华办 目标是 取消张亚中的猜选资格 夭壽喔 欸 我听张亚中的说话喔 他的话喔 会感动人民欸 他会感动土地基层的人民欸 我现在喔 看民主政国董这项本舍 看国民董这项 这项大本舍 看看喔 这项董喔 如果都叫我们台湾选 你们第一次去搁牌了啦 所以说喔 找不到感动人民的力量 欸 博士仰选资格 出了一个张亚中 他讲的话感动人民的力量呢 他喔 讲的话喔 让我喔 欸 这是害人才欸 然后他有一点我比较不满意的 也就是喔 纽约那边有一个妈妈喔 她每天都打电话来给我欸 她都留话 留话给我 她说喔 跟张亚中讲 要跟张亚中讲 叫张亚中喔 不要一直讲说要中共和谈 啊 啊 新年我来告诉大家喔 新年我来告诉大家喔 我待会说新年我 啊这个 这个妈妈是跟我讲说 张亚中实在很棒 很棒 但是呢 他不要一直想说跟中共和谈 因为跟中共和谈 中共喔 以中共和谈喔 和谈只不过中共的一个喔 吃掉你的一个 谎言中的之一嘛 的一个过程里面的一个嘛 中共 西藏问题 他有他有发了西藏问题嘛 咱说一句较近的啦 咱说 啊 生日喔 香港喔 1987嘛 香港回归中国嘛 所订定的喔 50年马照跑舞照跳有没有 没有嘛 所以说跟中共 全部都不要有谈判的谈判的动机啊 因为 甚至我们说的比较厉害嘛 中共要参加WTO的时候 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呢 他在美国的监督之下 他签订了所有的条约 没有一条遵守的嘛 所以说美国现在在账中国算一个中小 甚至三民一败 因为中国这个 他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骗嘛 所以说这个尤雅这个妈妈 她跟我讲说 叫参考中要更正 你不要跟中共谈何谈啦 什么和平协议 那和平协议喔 应该谈和平条约啦 不是和平协议啦 和平条约代表国与国之间啦 啊 以后啊 现在中共喔 现在中共第一内有第二外返啦 内有里面喔 他们喔 相互之间的斗争 江派下面的曾庆红 跟習近平都拉起来了啦 这个 这个东西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啦 他这个纽约的妈妈跟我讲说 叫张亚中不要谈说要跟中共谈和平 和平要谈谈和平条约也可以 不要谈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的话比如说 我们变成西藏 他随时出兵我们都没有办法 这个事情喔 美国如果没可能是否 美国如果没可能是否 所以说现在是这样啦 现在是这样啦 这种冠图看啦 再提论文我就要开枪了 这个创业文喔 这伊凡邱先生就画了这个梗图 我一看后我看了这场笑 再提论文我就要开枪了 因为创业文 现在民进党这些最大的灶门 就是论文嘛 蔡英文他没有博士嘛 因为没有论文喔 就没有博士协位嘛 什么有博士协位就有论文 没什么事 我给你讲证书经过 1983这样一路走过来 证书是随时可以伪造的 甚至于出高价 你如果损一万块 我偷偷帮你做一张 但是 要做博士证书以现在我们电机系的技术 那是逗他来的改革的事情 我给你讲啦 用PowerDelet PowerDelet有很多 甚至于Adobe 你里面的这个东西 PowerDelet里面有很多工具 三两下就砍就一砍死了 所以说 参考啦 所以说 新名来告诉我 新名来告诉我 像是赫德文赫老师 如果说 诶 曾教授啊 你的神明 蔡英文 你不是说五月五月下台 赫老师要这样给他开 赫教授要这样给他开 我说没有没有 我的神明最近有给我来电话 我没想到 他跟这个神明来跟我讲 是什么南部公廟啦 人家出牌啦 出牌啦 出牌啦 他说会做票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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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我买了我跟南部公廟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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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新民有來跟他說 說這製票的方釋 可能跟總統代算 還是韓國瑜那一段 應該是說總統代算那一種博索 所以說共產黨你們自己要注意 你們自己要注意 現在新民第一個交代是說會製票 會製票 第二點 他說 這個張亞中今天有喜事 他有喜事 可是他的流年 今年的流年好像沒有爆發印 但是他有喜事到底是從何來 他不敢說 這是因為說很快的 公廟裡面出外 說的 第三 叫張亞中要盡量提 因為我們台灣主民主管已經七八十八 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根本沒有到我們台灣土地 所以說我們台灣都是主民主管 叫張亞中要盡量說主民主管 不然你說要跟中國共產黨協議 台灣如果沒有人接受 第四點 他就特別說 說天庭 叫張亞中愛主委 所以兩眼之間 兩眼之間 晚上走一直到額頭這邊 全部都叫做天庭 天庭要發亮 尤其選舉前幾天 要讓天庭盡量發亮 而且張亞中的頭髮不要蓋到額頭 因為讓天庭發亮 天庭發亮的話 會給張亞中帶來好運 這是心靈跟我說的 兩眼之間一直晚上走 額頭這邊頭髮不要蓋到 我是沒有注意 心靈有來這樣給我掛視 所以說第一點會做票 第二點張亞中今年有喜事 第三點要盡量盡量不要談 跟中共和談協議的事情 盡量談台灣人民要致民駐捷的事情 但是我們鄉親友來跟他說 張亞中也是說應該要用公民 公民公道 公公道 第四點盡量讓天庭發亮 天庭發亮 因為張亞中今天有喜事 到底喜從何來我們不知道 來 真正我講一講 真正法醫門真是很不可思議的人格特質 這種人格特質不可博士 真的要求不可博士 所以說他明知道他自己是假博士 他還很敢有敢敢 且敢在五年前 要求蔣偉林 鄭博士 蔣偉林是鄭博士 說蔣偉林發表的SSCI的那些論文 裡面有抄襲 有牽涉抄襲 這個假博士還敢搶曾博士 說蔣偉林要知所進退 夭壽啦 蔣偉林是一個真正博士 所以說就是這樣子 蔡英文這個假博士 就是 憲法就是因為這樣去植豆大 所以說 沒想要來搶這個 彭文正 彭博士 林彎 林博士 甚至 赫德溫 赫教授 這樣繼續搶 啊 憲法 這真的是 這是很特殊的人格特質 有時候有人要嚇到這裡 踏成 踏成不理念 我們已經嚇到這裡 應該就嚇嚇了 應該喔 盡量三屁 不是這樣 他還出來搶來像李梅貞 高雄市市長選舉 普選的改選的時候 李梅貞 他還敢出來搶人家假碩士 碩士論文亂抄襲 夭壽 他是假寶 他是假寶的 他是假寶的 所以說 蔡英文這個柵人家的能格特質 真的夭壽 來 我們再看看 因為蔡英文很清楚的 沒有合格的博士論文 你的博士文憑是偽造的 偽造的 偽造的 甚至於淘寶買的 以前沒有淘寶 不曉得他去哪裡買的 你要找問一下 第三 他緩暴學歷 摸政治大學的教職 各大學的教職 第四 他緩暴學歷 參選新北市的市場 第五 他緩暴學歷 三次參選總統大選 第六 他違法封存犯罪的證據 第七 他刑事誣告 揭發真相承 我跟你說 他這個標準的誣告 為什麼誣告 甚至於賀德文賀教授 所以說 蔡英文這個 他這個奇怪的人格特質 這個柵仔又不抓到 這位畏畏說出 他不是 夭壽 雖然台灣人 空空我來說 所以說這個賴錫青 這個江湖齊人在網路上 他上面就講 他在網路上就講 台灣人民選出這種政策 真是鼻子的 帶領一群四卡團隊 眼睛裡面只有權力以及金錢 將人民的生命當成籌碼 壞事幹盡 殘害人民 分裂族群 不擇手段 天理不容 全國有良心的人民們 一定要團結一致 上街頭 反抗 將這一群四卡團隊趕下台 要求司法公正 全民公審將這群四卡判刑 終身監禁 官物地牢 永不放出了 財產充公 歸還人民 蒼天有眼 祈求早日 將這一群四卡官僚 打入地牢 終身監禁 永不放出了 財產充公 歸還台灣年 你看看 那真的憑萬惡的共和 還要共和 真的大家同心看不下去 這是標準還是吃 你今天白菜報數 你今天不可能報數 你看出來問他幹了壞事 他說盡謊話 他還莫不在乎 這是一個神經病 他真的是 賀老師就跟我講 他真的是神經病 他有神經病 我們台灣人現在沒有辦法 所以說盧先生他就講了 台灣政壇現在是輪流的灘 至今沒完沒了 所以來 現在吳先生就講了 如果賈博士善終退休 那是窒息民主台灣人的恥辱 這個蔡先生就講 人無羞恥心 羞恥心還賴在大衛上 老百姓應該站起來聯合拉下來 喔 這鄉親 喔 相在不管人家說不說那 我聽到很爽 我特別看人家鄉親 很多我沒辦法寫出來 具體寫出來的文字 看鄉親這樣嚇出來 我就有一種成就感 所以我盡量來這裡和鄉親 讓我們鄉親這樣大家聲明一下 這個鄭志宏他就講了 無恥無良是台灣政治人物的三標 註冊三標 我們這個Danny強烈懷疑 1450很多人都是中共的同路人 動不動就要別人搬去中國 這個楊一禪他就講了 有錢有事的這些畜生賣疫苗 老百姓無償賠命高端 第二期都還沒結束 也未解盲第三期的人體實驗 就讓民眾當白老子 詐騙集團為利益滅著良心 不把人命當一回事 一群混蛋 來這個吳先生又講了對付蔡英文這種 沒人陪的 沒人陪的 人家講說不要臉 他不是不要臉 他是連臉都沒有 沒人陪的人 還跟他講理由 可號召人民 百姓包圍官敵 逼他下台 現在來有關疫苗的事情 疫苗 因為我很多的好朋友都來跟我講 這個疫苗是毒上加毒了 所以說叫我要清清澈 所謂清清澈的時候 盡量掃去外面 這個搜尋上面的互動 能夠盡量保持你周邊的人員 你能夠了解 看清楚 所以說這個陳先生他就講了 因為對疫苗的事情 來他就這樣說 日本政府已經通過了 使用在印度 印尼等國 使用極有效的一維禁術 作為疫防 每一個成人 每周只要 你是100公斤的人 你可能就乘上0.2MG 乘上100 每公斤0.2MG的每周的服用量 但是台灣政府卻 卻唯恐人民可以買到 應該要求公共衛生啟動考察 是否比照日本 提供人民 除了疫苗之外的一種選擇 好 這就是我今天想到重要的 是在說 在欺負什麼 因為新聞來告訴我 說張亞中 我聽張亞中在說 他接近地氣 難得國民黨都講出這些 能講出這種採著台灣土地的話 但是聲明有來告訴我 說張亞中要至於四點 所以我剛才有說了 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第四點 照這四點 人在做 天在笑 到底會怎樣 這聲明 我說一些真的 好老師就跟我說聲明 你的聲明 我講完我的聲明 我這種話的內容我講不出來 但是我先怎麼說出來 都是人 公園裡面的這個 奇卦 奇卦 博 人在公園的奇卦 也很厲害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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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我 說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我都要做筆記 寫起來 所以說這就是我今天 要開始說 要給他採問 你到底何時下台 你如果硬撐到2024年的話 我跟你講大家強奉 甚至於你還會想做票 就是國民黨的大選 不是你 所以說國民黨和民進黨 他們都台灣 持要第三 第三勢力 自己說時代力量 吃比較壞 那是蔡英文一樣的 這段故事 我現在有人說過 來 一生無多在於說謊的女人 蔡英文 你 你這個北茶坡廚 到底何時下台 跟我們鄉親交換地勢 如果有什麼意見 請來這裡 OK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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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